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套 能够看到海景的大平层两卧的公寓项目 这是一个二手公寓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公寓项目它的位置真的非常好 距离卡略海滩非常非常的近 这个公寓项目呢是13年前的一个项目 是芬兰的开发商开发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配套还是非常好 两个大泳池有健身房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的面积呢是146平方 两卧售价呢是1290万泰铢 我带大家看看里面吧 现在呢带大家来看一下整个公寓项目 它的这个社区的一个配套情况 这个社区配套呢 它虽然不是特别的高端 但是呢应有尽有的 比如说大泳池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它有两个泳池 你看泳池的一圈呢还有这些啊休闲长椅 前走呢右手边啊还有它的一个健身房 健身房不大但是是海景的 这里就是整个社区的一个健身房 我们是觉得这个健身房最大的亮点 就是你锻炼身体的时候 你看出去的景色是非常美的 真正的海景健身房 那么它的健身器材不是特别多 也有点老旧够用了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它的整个的中间 这个区域 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整个公寓的一个酒吧台 酒水台这里啊休闲座椅 再往前面走呢是整个社区的第二个泳池 这个泳池相对于第一个泳池呢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景色更好 面朝大海 我觉得更多的住在这里的朋友喜欢在这个泳池 景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卡伦海滩是普吉岛的旅游海滩里面 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非常漂亮的 就在这个泳池里不游泳 坐着躺椅上看大海都非常的美 那这是它的一个基础设施 我们可以看到了 真的像我说的不是特别的豪华高端 够用景色不错 那么整个的公共区域的泳池介绍完了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去楼上看一下 这个两卧海景公寓房间内部吧 从电梯出来呢先简单大家看一下整个公寓的一个环境 全是白色的这样一个外观啊 去年刚刚进行过粉刷 从外观上还比较新 对面这一栋也是 但是对面这一栋的景色就没有这一栋好 中间呢是它的大泳池 那么咱们现在要看的这一套呢 正好是整个一层的端户 所以这一套呢它的景色会更好一些 现在呢带大家来进门看一看 这一套呢是一个两卧户型的这样一个大平层公寓项目 进门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格局啊 它这边进门这里的把空间利用的非常好 全是一整面的这种储物柜 门对着的这个呢是一个卫生间 然后也是通卧室的 从这儿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一下这个走廊区域呢 这个园业组做了一些玄关啊 装饰化了一个装饰 在这走廊呢右手边一间客卧室 左手边是主卧 咱们先看这一间第一间卧室 那这一间呢是一间客卧 整个公寓一共就是两间卧室嘛 但是卧室你会发现它面积真的是非常的大 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两个采光庄看上去外面的这种风景画一样 这种绿纸景观山的景观 但是这个房间内部的这个装修品位 确实有点不够配不上它的景色和位置 因为太简单了 大白墙这种装饰化这种家具 然后呢你看这个大衣柜 就是这种真的是很简单的这样一个设施 所以这个房子呢我们是觉得就看一下它的空间结构布局 看一下它的景色和位置 内部这些呢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换 反正它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这扇门就通刚才的一个卫生间 是这样的 第一间客卧参观完 咱们再回到走廊 接着左手边的这一间主卧 我们来参观一下 那整一个主卧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主卧这边呢 它这个双人床这边的这个窗呢 透过客厅穿过阳台是看到海景的 所以主卧是有海景的 当然主卧的整个的一个装修和家具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了 床对面这里是电视柜 还有一个主角 我们再看它的卫生间的一个配置 这里又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衣柜 这种衣柜就是市场上买来的 都不是嵌入式的 右手边呢是它的这个卫生间 主卧的卫生间 比客卧烧好了这么一点点 有了独立浴缸 有淋浴间这样的洗手台 卫生间看着还可以 继续穿过走廊 来看整个这个公寓最亮点的地方 我们是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开阔的客厅厨房 餐厅这个空间 它的好处呢 它的整个面宽 可以看到整个面宽 全是落地玻璃窗 把最好的景色呢 展示在这个客厅餐厅这个空间里 那我右手边是餐厅厨房 我们先来参观一下 整个的这个厨房呢 它是开放式的一个厨房 这样一字排开 用了红色烤漆的这种闺门 是有点出年代感的感觉 电丝炉 那这个整个厨房 我们看上去呢 它还可以除了颜色比较跳跃一些 这些呢还比较新 然后呢 还是都是能够再用的功能呀 还有状态还不错 这些还不错 然后这个厨房前面这里 还配套了一个同样这种红色烤漆 柜门黑色大理石台面的一个大导台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餐厅空间 其实餐桌完全可以放一个更大一点 或者跟导台连接起来 这样呢会更气派一些 现在是放了一个四人餐桌 那么它这个的布局结构 整个空间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之前拍过一个是中间一个大圆柱 它现在的大圆柱在这个角落里 所以不影响整个空间的一个联动性还挺好 整个开放式的餐厅厨房这里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个因为它是端户 所以它比普通的两卧更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边侧面的一个落地玻璃窗 所以从一旧餐的餐桌往外看出去 山的景观 椰林的景观 海的景观 岛的景观 都有 所以这个是两卧的里面独特的一个点 多了这一块 然后我们从绕过来这边一会再大家出去看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客厅这一边 整个的客厅它其实它可以延伸到这一边 现在它放的沙发稍显有点小气 缩减了整个客厅的空间 其实还是不小的 有沙发茶几 这边是电视棍 电视机 这样它的这样的布置显得挺小的 其实是不小 但是我们来说最好的地方 最优点的地方 整个面宽通往去的这个观海景的大露台 这个露台 那你看它是整个的这个全部延伸出来 比一般的阳台呢 一要宽很多 第二呢是长度也非常的长 所以这个半露天的海景阳台 可以说是这个延伸了整个的室内空间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 我觉得这个地方要好好利用起来 看完了 这套大平层的海景公寓呢 因为它有13年的房龄 所以呢 它的内部家具装修呢 是太过老旧 这个房买下来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重新翻新的 但是它的优点非常的明显 146平方 这种大的面积 这种开阔的海景视野 位置非常好 永久产权 外国人可以用个人名字持有 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 业主的售价呢 1290万泰铢 相对于去年是价格涨了一些 但是相对于现在 不停在涨的租金价格来说 还是可以的 那这一套公寓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尽快的跟我们联系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